你还不够爱她 觉得你们年轻人 整天把这个字挂在嘴上 可是你们知道 它真正的含义吗 你心里清楚吗 你看我跟叔叔 我们两个是吵了一辈子了 天天看着都不顺眼 怎么着呢 到现在还在一起 风刮不走 雷打不散 我们这不叫爱情啊 就你们那互相手拉着手 眼睛盯着眼睛 说一些让人发昏的话 那叫爱啊 我跟你说我们家明语 不是不会说 可我才好着呢 可是她整天跟你说这种话 你不腻味 就说我做这单单的面 谁吃了谁说好吃 人家都说 我的单单面叫绝 可是明语呢 到现在一口都不沾 你知道因为什么吗 她说她从小吃到大 现在见了都想吐 没吃过的时候 总是想吃的 那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你说自从你踏进 我们明语的世界以后 给我们明语脚的是 天翻地覆的 然后您可得好 潇洒地拍拍废物走了 那我们家明语怎么办 都是因为你 所以她才陷入一段 莫名其妙的婚姻 说实在的 如果他们俩要和母相处 好好过日子 我也就算了 你说你们年轻人现在怎么 真是 我跟你说 也就是现在日子过好了 你们才这样 你说要是当年 到山沟里 起早贪黑地让你们干农活 我看你们还有没有这点小 我会想让我们站着 我一定要再来 我们站在这里 我们站在路的 我们站在路上 看这里 你没有没有 我只能干你 我觉得有空 我 你 我 我 这 我 肥底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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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能帮她打开心结 而且她对你和你表辈燕熙 有一种天然的信任 我 我听说她开口跟你说话了 那倒是 何必 你就当她是外地来的一个朋友 多陪她几天 好吗 那样也不是不可以了 我知道钱对于你来说不是问题 但是该说的我一定要说 费用问题全部由我来承担 不过我是一个男的 他是一个女的 这样会不会不太方便 这个你放心 阿姨相信 那 那好吧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那我先走了 好 拜拜 我先走了 我 drawn jean 穿她的 来了 这么多的位置想坐哪里 随便 想喝点什么 什么都不喝 那就喝白水 这里的白水是免费的 杨经理对不起 又把你约了出来 有些话 我自己都说烦了 比喻来又比喻去 今天我还不如直接跟您说了吧 我们两家不在一个层面上 好好的管好你的女儿 这样的话 我们两个就不至于在这个问题上那么头盗 我也想这么说 您要是管好您的儿子 我们也就不这么头疼了 其实我跟您不一样 我有了杀手锏了 什么意思 不管你将来 是跟燕西或者是跟其他的女人 只要你们敢隐婚 我立刻跟你断绝母子关系 是 听到了 什么眼光 只要他们不结婚 我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换句话说 一个男孩子在结婚以前 他有那么一点花边新闻这并不重要 也许他接了婚的话 不过万一收心 你说呢 再见 再见 杨丽 来多久了 来多久了 一早就来了 我一早就看见你了 不说不管我妈 你是我妈 我怎么能看着你为我的事情操心 自己却不闻不问呢 你要还心疼你老妈 马上跟那小子一刀两断 这 这 妈 我跟你说啊 你这不听妈的话 我跟你说啊 你一早就知道我的 何必 婷婷 你怎么在这儿啊 昨天给你打电话呢 你一直都关机 别提了 昨天发生太多事了 我一气之下就把手机关了 太多事 什么事啊 不说了 都过去了 婷婷啊 你怎么来北京 也不先打个电话给我啊 哦 对不起啊 伯母 你好 你来干嘛呀 婷婷也是燕西的好朋友 我带她来玩玩 我们燕西的朋友不会自己来 我要女朋友来 妈 婷婷是外地的 对北京不熟 哦 是吗 那既然这样的话 你应该带她满哪儿去转一转 比如说故宫啊 八八零儿十三零什么的 到处去都可以转一转啊 哪儿人去哪里 哎呦妈 妈 婷婷也是我的朋友 哦 婷婷啊 你看 她们两个呢 不可能同时做你的朋友 你看 如果你必须选一个的话 你会选谁啊 哦 你看看 你看看 哦 你看 你看 你喜欢她 是不是 她的意思呢 她只是把我 当成她的哥哥 把燕西呢 当成自己的姐姐嘛 哎呦 没关系 没关系 你不是常说 有很多姑娘喜欢你吗 今天我就见了一个 证明你所言不虚 婷婷 好眼光 傻的 婷婷 婷婷 想不想嫁给她 嗯 我告诉你每个蜜蜂 要想搞定她 先要搞定她妈 我告诉你啊 要不然呢 又要给你穿小鞋 又要让你吃闷葫芦 哎呀 就别提 哎 你会不会喝咖啡 不会啊 哎呀 你赶紧学喝咖啡 你们全家人都学的 你知道吗 她妈妈特别喜欢 让人去咖啡厅 好显示她们有多洋气 对对对对对对 不是吧 你们又见过面了 就今天吗 可不是嘛 这是 怎么怎么回家 今天 我今天还有点事 不能陪你了 要何必哥哥 陪你到处转转 哎呀 走嘛 钱 我说 我走走走 我跑走走 行 好 我走走 我走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是都背有钥匙的吗 那时在哪儿 你把钥匙够哪儿啊 在哪儿啊 够哪儿啊 把钥匙还给我 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我真的不想在家里看到你 你走吧 我求你了 走吧 我不能离婚 好啊 那你告诉我 除了离婚之外 有什么方法 能让我们俩的生活过得 不这么戏剧化 那天晚上你在我家门口睡着一宿 今天又跑这儿给我运衣服来 我妈差点被你吓出心脏病来 就是因为你告诉我们俩是夫妻 我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如果要是故意的话 还不得闹出天大的事情来啊 放手吧 行吗 我求你了 别干了 我求你了 我妈那女何德何能的 让你为了我这么作敬自己 我特别希望你出去走走 看个外面的世界 一定会找到一个比我好的女人 到时候 你会把我跑到球球人来 就算不是为了你 我也不会离婚 我爸妈离婚的时候 我就发过誓 有一天我结婚了 我绝对不离婚 韩素素 你跟我结婚的那一天 你就已经离婚此婚了 这是我的底线 我不能理解更不能接受 你明白吗 放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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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赶紧 其类似的 我的天公 还有大不一天 不要 我这个 asking我 怎么办 你是说吧 大家无缓来看我 看我过了 去吗 那件事 和别人之谱 的公司 豪 那我宁可穷点 我也希望 我爱的人也爱我 还有 我爱的人能健健康康的 你以为穷人就没有这个心病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怎么会有那么多苦情歌 在KTV里面让人痛哭流涕呢 有人爱就敢谢天谢地了 不像我 王 露露 露露 我最近有几个敌人 有单身的朋友你要不要认识一下呢 不用了谢谢您的好意 你看你何必总是挂你那个何必呢 我说不用了 谢谢您的好意 露露你为什么要这个样子跟你的姐夫说话呢 行了你别摆抽架子了 要出去赶紧出去吧啊 这可是你说的啊 那你不要怪我不陪你哦 谁要不陪啊 露露 露露 娜姨 娜姨 你回来啦 我的腰背好疼喔 到我房间去帮我孕馁 giveaway吧 好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一个朋友 我们吵架了 现在倒有点想打电话给他 不过算了 我想还是再等两三天 让大家都冷静一下 这样也好 对不对 你上次喝醉酒你已经忘了 你不能喝酒的 真的想喝 好 五花马千金球 孤儿酱出换眉酒 鱼儿同宵万古愁 等等 慢慢的 先迷一小口尝尝 婷婷 我觉得你是一个 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 是不是 我现在真的是 好想活在真空里面 这样 就可以不用跟任何人说话 也听不到 别人跟我说的话了 不用真空 这样 就听不见别人说话了 我和彦琪 决定结婚 我今天站在这儿想跟你说我不同意 我打死不同意 我坚决不同意 都不足以代表我的心情 你怎么了 我没事 真的没事 虽然明知道何必对刘婷婷 只是单纯的朋友之情 但是看到她笑着点头的模样 心里还是忍不住酸的一笑 好像不小心咬到了柠檬片 人心真是奇怪 明明什么都没有 偏偏就是控制不住 不用真空 这样 就听不见别人说话了 这个好了 我和彦琪 决定结婚 我今天站在这儿想跟你说我不同意 我打死不同意 我坚决不同意 都不足以代表我的心情 你怎么了 我没事 真的没事 虽然明知道何必对刘婷婷 只是单纯的朋友之情 但是看到她笑着点头的模样 心里还是忍不住酸的一下 好像不小心咬到了柠檬片 人心真是奇怪 明明什么都没有 偏偏就是控制不住 舒服点了吗 还要 舒服多了 心烦都暖 你累了吧 其实阿姨知道 阿姨这个心病啊 还得要用心药来医 看来每个人都有心病 那是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急不得的 我们慢慢等吧 放心吧 露露 阿姨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知道吗 知道了 有一件事情 阿姨不知道该不该问你 什么呀 以前你跟白冰好像是 怎么看怎么都不顺眼 最近我发现你们好像变得亲密无间起来 也没有亲密无间了 那当然 当然 你们是亲姐妹嘛 关系好一点也是应该的 但是咱们这个家里头啊 但是咱们这个家里头啊 因为情况特殊 如果你跟内员关系特别好的话 恐怕何必这边 就会怎么了 我怕她心里有点不舒服你不觉得 哦 是 我也这么觉得 我 我 我没话跟你说 不必 你妈妈都好一点了吗 好 如果你想我去医院的话 这还是可以的 真的吗 但是 仅此而已 如果你因此感恩戴德 想报答我 那就请你放手 没有用的 有用的 有用吗 你一想那我就会烦 就会头疼是不是 如果是的 就证明我还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 最多也只是个令人讨厌的小角色 真的好比娱乐圈 小角色总比没角色好 我觉得在这里跟你讲道理 真是浪费时间 知道我哪儿来这么大底子 是 我真不明白 你的令人厌恶的底气 到底从哪里来 那 你比我更了解他 就算你在什么 他也不会同意你跟燕西在一起的 谁啊 是我 我刚才不是打过电话说我马上要来吗 你给我打过电话吗 我怎么没印象 你上次说我来之前要打电话我哪敢不打呀 喝酒了 没有啊 没有 你们散谎吧你就 我看呀 可现在跟你爸是个人屁 我就喝了一点 真乱 等一下我要给我送东西 给我打个电话 我自己去取啊 坐嘞 坐着 我妈也话这么说 你不生气了 生气生什么气啊 故事 就是我跟苏苏偷偷结婚那事呗 气 气得我一晚上我都没睡好觉 妈 妈 对不起啊 我知道现在说道歉也没用 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说 大儿子 母子哪有隔夜丑啊 还有一句话呢啊 一日夫妻百日恩 你读书比妈读得多 这事儿 你应该比我清楚吧 您又想说什么呀 结婚的不是缘分吗 不能随便说离 知道吗 可是 您不是不喜欢苏苏吗 是 我对她以前是有很多很多意见 可是我细想起来 人这姑娘也挺好的 没什么不好啊 当初啊 我就是想给你搅和黄了上 你和那燕西和好 不是吗 反正我们这老人就念旧 哪像你们年轻人细心念旧 那你到底是什么立场 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我 我 我这完全被你搞得 都摸不着头脑了 说你傻 你还真傻呀 你就是妈的中心 只要她对你好 对咱家好 就够了 其他的 怎么着怎么着 别计较 可是我现在很难再信任哪 什么叫信任哪 人家姑娘踏踏实实 每天跟你好好过日子 这还不叫信任哪 阿姨天到晚的 因为一两件小事 就打 就闹 就离 叫她信任也不是信任 对不对 儿子 离婚 伤人伤心 咱们不做这事 知道了 知道了 进来吧 谁呀 妈 是我让她来的 妈 我今天呀 看了个节目 那里边那女孩啊 她的好朋友 喜欢上她男朋友了 有一次 她和她男朋友 因为家里的事吵架了 你猜怎么着 她男朋友一扭声 就跟她好朋友在一起了 你听完这个 你没感触啊 你想要我有什么感触啊 那不明摆着的吗 那个刘婷婷傻乎乎的 做事不按常理出牌也就算了 何必跟着犯啥 让一个千里迢迢来 投奔的女孩 成天就跟着屁股后面 像什么话 要不是她是花儿公子 来者多聚 就是她压根 没考虑到你的感受 这两者 不管是哪一个 都说明她很成问题 燕熙啊 趁早跟她一刀两断 省得将来后悔 你说话呀 你说话呀 你污蔑她 我没必要接茬 什么 我污蔑她哪点了 刘婷婷是我编出来的吗 这故事是我编的吗 可是我相信何必 你个傻丫头笨 太相信人的不是优点 是缺点 小朋友都知道 别人的糖不能乱吃的 可是何必不是别人啊 是 她不是别人 她是男人 她妈就是因为这一点 有植物孔 跑到我跟前耀武扬威的 你呀你呀 你不看新闻哪 这个世道 有几个男人是可靠的 你看你看这 说什么呢 什么叫有几个男人是可靠的 那不是说你 说新闻新闻哪 如果你爱新闻来理解世界 就算你不遇车祸 不遭火灾 不被流行打中头 也得被吓死 行了就你嘴料 那都是大时候 好 露露啊 我们家的菜味道好极了 多吃一点啊 谢谢阿姨 不用那么客气 今天啊 你是我们家的客人 但用不了多久 咱们就是一家人 怎么会呢 怎么啦妈 你最近是不是想认甘女儿 哇 太好了 我一直都想要一个妹妹的 妹妹 要是哥哥不在的话呢 我妈就拜托你好好地照顾她了啊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什么甘妹妹甘妹妹的 直播 挑一个黄道吉人 当众宣布一下 他们俩的喜讯 妈 哎 妈 我不是已经跟您说过了吗 我想娶的女人另有其人 妈 我又不是您的鸭子 就算您拿着鞭子杆 我会左闪右闪 怎么也不上架 你呀 不许这样对你妈说话 一家人都在了 口不择言 让大家听了笑话 爸 我知道啊 你这是为了跟我妈套近乎 故意讨好我妈 就拿儿子我 来当替死鬼了是吧 你还说呢 大舅大舅妈 吃饭的时候 不要说太多话 话说多了对消化不好的 吃饭 我eger着了 你 我 应该说 不ер了 我真的 也 wor 呦 姐 z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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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听到一个特别好笑的事情 想给你们听听好不好 好啊 就是 我一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他不知道怎么想 非要去爬朱木拉玛峰 你要是别人还好 可偏偏这个人呢 长得是又瘦又小 别说爬朱木拉玛峰了 就是爬十层的楼梯 他都半天闯不上气了 所以他们家人就总会劝又劝 各种劝 说你不要去了 可他偏不听他非得去 最后啊 把他爸妈逼得实在是没办法 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 最后什么杀手锏 他妈妈哭着说 儿子 你是妈妈的命呀 要是你的命没走 他妈妈的命 我也就不要了 我也就不要了 这又不是什么牛 不是老沧路而已 没空三到二生掉的 哪里呢 我觉得他讲的 什么意思 只有我们最后做爹娘办 才能明白里边的苦衷 妈 您说得太对了 俗话说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可什么时候说过母女 父子是同龄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呢 不不 你刚才说那个同龄 别动作 何必 何必 你说呢 我已经吃饱了 各位慢慢吃 何必 何必 他没什么 真的样子的苦呢 喂 燕熙 待会儿我们老弟不接 来 来 阿易 你看 我当的是不明不白的 就算当成了 我也要行事一下最后的去 孩子 您该好好谈 谈好了最好 俗话说呀 拧拆石座庙不回装婚 要是聊不好啊 那我也没办法了 反正我尽力了 你们好好聊 我走了 妈 我送你吧 不用不用 那家车挺好的 到家门口啊 我买个偶尖 那个 明女最爱吃的 你帮她做吧 我走了 慢点 你吃 既然没话讲 干嘛还非要来呢 有些话 一说出口就会撞南墙 还不如不说呢 我帮你充偶本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来来先起来 别踩着啊 对不起 别说了 我知道现在说抱歉没有用 可是我还是怎么不想说 好 刚才你说这句话 原封不动得也跟我妈说过一遍 就在刚才 有的时候 咱们两个 还是有点心有灵犀的 是吧 是啊 这天我从来没有否认过 这天我从来没有否认过 就算咱们两个好之前 也有很多地方很像 小章鱼不是经常嘲笑我们俩吗 喝咖啡不放糖 吃面包必须吃全麦的 就连出过远门 也要回家再三取认 门窗是不是做好了 是吧 告诉你一个秘密吧 什么秘密啊 这些都是我学你的 真的吗 不加糖的咖啡 刚开始喝 快把我苦死了 后来才慢慢适应它 这面包是不是全卖的 我真的不在乎 至于检查门窗有没有锁好 我是学着学着 才变成我自己的习惯的 还疼吗 等一会儿 你酒精肝了 我再给你上药 嗯 谁要跟我告别呢 你不是告别 是重新开始 真的 因为我觉得 将来不会再有一个人 像你这样去爱我 叶希呢 这世上的债 总是三角的 你欠我的 我欠她的 她欠你的 月老年纪大了 红线欠得乱七八糟的 如果你是她的老板 肯定把她开除了 对吧 没错 月老 顽乎职守令人间痴男怨女 不得安宁 想将她停止闸半 重打五十大板 来人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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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说的是 分手 我还以为你会跟我说 我们结婚吧 何必 我实在不忍心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那我们俩就结婚 何必 我们结婚 结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现在就算是让我跟父母断绝关系 我也绝对不会有丝毫的犹豫 结婚就是我生命的动力 只有结婚 我才能够继续活下去 重获生命的能量 等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就像这样 牵着你的手 感觉你的脉搏 我就已经觉得自己 全身都充满了能量 如果他们 想要把我们俩给分开的话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何必 你不要再这样叫我 你知道吗 你一直要叫我 我一定会信任 会妥协 我们结婚吧 我们还是结婚吧 我们之前都已经很努力很尽力了 最后如果还是不行的话 我们就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 那是在知道马明雨和苏苏的事情之前 我们当时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从来没有想过万一被发现了以后 该怎么办 马明雨和苏苏之间的事情 不但把我爸妈气得半死 就连我们也恨得咬牙切齿的 如果我们也冲倒覆辙的话 以你妈和我妈的火爆脾气 不知道会气成什么样子 那我听你的 我们为了自己再努力一下 可是到了最后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 该怎么办 再等等吧 实在不行 我们就 好 我等 无论多久 无论他们怎么反对 我都会等你 但是你不准再说分手 好吧 我不说 我再也不说那两个字了 可是有一点你一定要知道 就算你哪一天忍不住了 跟我说了那两个字 我也不会怪你的 因为我们现在有的 是最最真实的 对你 我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 从来 来吧 谁啊 你不是都回去了吗 我买的彩票 我得等着他开奖啊 就这么回去 那我怎么睡得着假 你不会一直在门口吹的呢 我 叔叔呢 阿姨 怎么了 你没事 脚怎么了 骨肉剂 咱咱 和我有事吧 我这不准给他抹药呢吗 慢点慢点 烫了一下 这下你们是彻彻底底的分了吧 对 对 彻彻底底的 谢谢阿姨 怎么还叫阿姨呢 该该嘴了吧 谢谢 妈 你看我们都是一家人了 那我有个事就直说了啊 等你们结了婚 我那小饭店啊就关门了 赚不了多少钱 我就回家 照顾你们俩的衣食住行 等你们有了孩子呢 我就当妈妈的月嫂 宝贝的保姆 这里有孩子还早着呢 你们不是 已经接过那一段时间了 那我爸他怎么办 你爸 当然跟着一块搬进来了 怎么 你还嫌弃你自己的爸爸 你的公公 不嫌弃 怎么会嫌弃呢 好 那就这么定了 我 我就马上去 收拾收拾那个楼上的卧室 回头 歪过来了啊 螳螂不穿 黄雀在黄 你也就像带放玫瑰 伤开着为你做风飞 好久了 没事了 我妈跟我说没事 明天我来就能商量 不用商量了 应该让他们住进来的 你能习惯吗 你的习惯就是我的习惯 谢谢 只要你能对我好 其他的都无关紧要 我呀 这辈子都不会像你这样 对一个人好 不过你放心 我会努力的 还要不如你 姑娘 我分能来啊 我关于后 我要去 让你上班去了 那你烧热我吧 我跟你们一块儿走 素素 你放心吧 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找个合适的机会 我一定会公布 但在这之前 先保持一小段距离 好吗 我去上班 别不高兴 没事 既然嫁给他 你就要接受他 让男人去飞 去闯 等我等我多事 他要告诉你 你就听着 不愿意告诉你 你也别问 免得给他们压力 接着呢 记住了 那我刚才说什么 你给我重复一遍 你给我重复一遍 你说让他们去飞 让他们去闯 不要问他们太多问题 更不要 不要给他们压力 不要给他们压力 对 来 打给奶喝吧 乖 嗯 让他们更有 哪儿 我还是在那里 是 我肯定是 我肯定是 别人 那呢 我肯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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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肯定是 我肯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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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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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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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眼睛大了 想什么事情在这一半 出个门连点防晒霜都忘了 你怎么回来了 是这样 我想起来 好像有本书落在家里面了 所以我就回来拿一下 大舅妈 你的防晒霜 果果 哥哥 这什么 这是什么 这就是你回来要拿的那本书吗 这可是奶奶留给你的东西 是让你送给未来的媳妇的 你拿来干什么 哇 好漂亮啊 你别打岔 我不明白了 怎么 是我跟你说的那些话 你都没有听懂 还是昨天我在饭中上说的话的意思 你根本就没有理解 你要让你妈怎么说你才能明白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值得你回来偷东西给他呀 这是奶奶留给我的吗 那就是我的东西啊 拿自己的东西怎么能叫偷呢 你呀 强词夺理 谁来叫错你 我这么大了 又不是三岁小孩子 我不愿意做的事情 谁能够叫错我 一个掉进了温柔乡的男人 他的智商比三岁的孩子还比 是他吗 不是野戏打来的 我都已经跟你说了 不是野戏打来的 这 不是他他打电话给你的 喂 何必你怎么 喂 我是何必妈妈 他还把电话给忘了 这不就是做贼心虚吗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妈 把手机给我 我拜托 你不要胡说八道 相恋的事情 燕西根本不知情 她不知情她把电话挂了 那么说明这个女孩子 连基本的理由都不 妈 她是给我打电话 可是接电话的是你 你说她会不会被吓到 我们现在说话的重点不在这儿 你现在偷偷地把她拿出去 是想偷偷地把你们的事情办 不对 没门 她就算是把孩子生下来了 我不会让你的孩子姓何 将来我自己的孩子姓什么 根本就不用你来管 你就双说两句吧 气死我了 背车 各位各位啊 白总理老总是在 要光临时尚了 我们要给人留意好印象啊 至少啊 这个花 每一张桌子上都要放鲜花 至少是一座百合 确实白总最喜欢的花啊 还有那个气球 那个轰翻来轰翻来 那些错都摆翻了各个角落你们啊 明白了吗 真的 不明白 有个大招勤鬼的要干吗呀 白总今天第一天来公司 你不知道吗 白总 白鹿 白总 白总今天要来 是啊 他昨天晚上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说是要今天过来看看 本来是想打电话通知你的 可你电话一直关机 我昨天晚上有事了 所以我没关系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看出来了 你早就准备好了 小章鱼 我上次让你准备佳琪的资料 你准备了吗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嗯什么 还有一个文件 张美干 去盖啊 现在 白总一会儿就到了 好 我要是不在就 我要是不在的话 在他来之前还可以把张盖 干吗非让我去呢 其他人去不行吗 你不是把大家的工作 都已经安排好了吗 请问 不让你去让姐全吗 恨你 怎么早就瞧了 喂 素素 你在哪儿怎么还没来啊 嗯 我在医院呢 在医院 怎么了 哎 你找我有事吗 没事没事 我这边不着急 你先看好医生 等来了再说吧 嗯 是想让我早点去公司 早点向大家宣布 我跟他结婚的事吧 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那个我生日的时候 偷偷送我巧克力的人 我被哭出来 还有黑妹 黑妹会祝福我吧 还是会有点小忌妒 他上次还说明雨帅来着 哼 对不起 明雨是我的啦 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啊 别提了 真的是倒霉死了 我刚刚回家 想拿点东西出来的 结果被我妈妈逮住了 什么东西啊 是超级贵重的东西 什么贵重的东西啊 你刚刚打电话 听到我妈妈的声音 是不是吓坏了 别提了 刚才吓死我了 我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所以我就挂了 我本来想打过去的 可是我一想 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为什么挂电话 我如果说信号不好 你妈不会相信吗 应该不会 没关系 你妈她 没生气吧 嗯 可是那件东西 已经被她收回去了 算了 不过以后 不要再给我随便 准备东西了 知道了吗 这不是随便准备的 真的是很重要的东西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 可是我们以前不是说好了吗 在父母 没有完全同意的情况下 不能轻易救 嗯 就算是 想送你一件礼物也不行吗 可以 但是简单就行了 不需要贵重的东西 听你的 乖 但是 还是那个老问题 你说 如果我们两家的父母 他们永远都不同意我们在一起的话 到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不要决定 你是不是又想说 我们不结婚 我们分手吧 是吗 你问的明明就是很极端的情况吗 张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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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张 我盖回来了啊 挺好的 以后办事效率 要是都这么快了 更好 要操心我以后办事效率高不高的人 恐怕不是马经理您了吧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如果今天我说了还算的话 就麻烦你好好听着 别查错了 还怎么知道 知道谁呢 你和苏苏的事啊 我和苏苏什么事啊 得了 这时候还装就过了啊 就算真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怎么样 你自己说 我只能告诉你 各种的弯弯绕绕 很是玄妙 很是玄妙 声东击西隔山大牛暗斗陈藏 等等等等 出去 应该告诉他 今天不是宣布消息的最好事情 白露 你奇怪我来是因为百合和佳琪是竞争对手 还是因为我是你的情敌 我从来没把你当作情敌 怎么 你的意思是我自作多情了 我是代表百合来和佳琪谈时尚俱乐部的合作的 既然合作在收购之前就已经开始 而且势头很好 就不应该受到时尚易主的影响 是啊 如果能好好合作的话 对两家公司都有好处 谢谢你关心公司的发展 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前途 你想说什么 看不出来吗 要是时尚和佳琪继续合作 你就要在我眼皮子底下工作 就算你会为了薪水卖命 我也不一定能容得了你 毕竟我和合璧结婚之后 你就是那个尴尬的前女友 前女友 合璧妈妈说日子她都跳好了 要是你以前公司员工身份来的话 我还可以请你喝一杯喜酒 大舅妈 帮我 大舅妈 小舅 您是来做司班的 我今天来有什么行星 跑这还来做司班呢 您不是来做司班的 您是来找茬儿的 我遇到了你们这一对母女 我躲都躲不掉 我还主动找上门来找茬 前两天不是还说玩得起吗 怎么这么快口风就变了 我太傻了 我太天真了 我相信了你 我的儿子太痴了 他现在把假戏当真了 什么什么哪儿跟哪儿啊 什么我们的阴谋 你还真的把自己 装的蒙在鼓里啊 你的女儿耍了阴谋 诱惑我的儿子背着我 想去把婚结了 这事您不会不知道吧